清单控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课室中 不知大家在学完之前的课程之后 有没有把清单思维运用到你的工作和生活当中呢? 我相信如果这个答案是肯定的 那么我想你现在一定已经体会到了相当的成就感,对吧? 但是现在请大家做好心理准备 因为我要给你泼冷水了 很大程度上,你现在这种良好的状态 只是因为心血来潮 不出一周,你很可能就会抛下前面两个课室当中学到的方法 然后又回到原地 这就是你知道了很多道理,依然过不好这一生的真实体现 不是你学到的知识和方法不管用,而是自己出了问题 这其中的原因在于我们现在的注意力太难以集中了 我们几乎丧失了专注力和深度工作的能力 归根结底,这在于我们没有把这些行为固化为习惯的意识 如果你把这些方法都培养成了自己的习惯,它就像洗脸刷牙 还刷抖音一样,这些事还会难吗? 我很尊敬的一位前辈,也就是为我们这次训练营支持的战损大牛 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名为个人提升最简单有效的方法 文中提到,只有每天坚持花半个小时 做好计划和总结这两件事 不出三年,你就能领先同龄人一大截 但是,这样简单的方法又有多少人能够做到呢? 幸运的是,机智如我,早就掐子一算 算出了你肯定会遇到这样的困境 所以,在今天的课室中,我不得不花一个课室的时间 来告诉你如何科学地培养习惯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课室中我将分享的培养习惯的方法 不仅仅能够帮助你培养运用清单和番茄工作法的习惯 甚至,你可以用它来改掉让你痛苦不堪的坏习惯 比如,刷抖音,玩王者 也可以用它来培养那些你梦寐以求的好习惯 比如,早起,健身,等等 所以,这一堂思维课非常的重要 习惯若不是最好的仆人,便是最差的主人 大家可以细细品味一下这句话 在今天的课室中,我会非常详细地用一些案例 来告诉大家习惯有多强大 习惯的运作原理,以及科学培养好习惯的黄金法则 在之前的课室中,我们曾提到对于一件事最好的执行方法 就是把它培养成习惯,对吧? 就像一位老司机开车,那完全是无需思考的操作呀 习惯的力量非常的强大 甚至强大到超乎我们的想象 比如,下面这个故事 在1993年,一位名叫尤金宝利的大爷 大爷呢,他当年大概50岁出头 有一天,这位大爷突然开始神志不清 甚至不记得自己的儿子 因为这件事是突然发生的 所以这并不是阿尔兹海默症 家人把他紧急地送往了医院 到了医院之后,医生抽取了他的脑脊髓液 奇怪的是,正常人的脑脊髓液应该是透明 但流动很快的液体 作用呢,在于防止感染 但是,尤金宝利的脑脊髓液却非常的浑浊 而且还有一些小的沙粒 检查结果很快出来了 尤金被诊断为病毒性脑炎 在医院经过一系列寝生的治疗 大概在五周之后 尤金被送到康复中心 做出院之前的检查 经测试,他的语言、听觉、嗅觉等等完全没问题 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恢复成这样 医生都很吃惊 就这样,尤金出院了 但是,几天后 他的妻子贝瑞佛发现情况不太对劲 每天早晨,尤金都会按时起床 然后开始煎培根鸡蛋 吃完早餐,他又回到床上 然后呢,打开收音机 但是,过了40分钟之后 尤金又开始重复刚才所有的事情 起床,先陪根鸡蛋 吃早餐,回到床上 打开收音机 就这样,周而复始 贝瑞佛给吓坏了 赶紧到医院找专家咨询 接证的是一位名叫斯奎尔的科学家 他一直研究记忆神经解剖学 他对尤金的大佬进行扫描之后发现 尤金大佬中央5厘米左右 一块核桃大小的区域受到了损伤 而受损伤的部位 他有一个学名叫做基底核 大家不要听成了基底核 它也被称之为基底神经结 基底核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器官 几乎所有的物种都有 而不是像思维系统那样 思维系统是随着人类的诞生 而逐渐进化出来的 基底核这一古老的人体机关 管理着人类的习惯和很多的基础行为 在当时的医学史上 曾经出现过基底核受损的病人 他们甚至无法判断任何人的面部表情 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要判断表情的话 应该看脸部的哪个部位 OK,刚才说的是基底核 接下来我们再说尤金 做了一系列的检查之后 尤金被送回家中 竟接受观察 后来斯奎尔发现 尤金能够记得1960年之前所有的事情 但是让尤金画出房子的路线图 他却画不出 因为他完全想不起来 不过呢 他却完全可以在自己家里找到厕所 或是禁止走到厨房 打开冰箱 然后找出自己最喜欢吃的食物 科学家提醒尤金的妻子贝佛丽 千万不要让尤金迷路 否则他可能永远回不来了 因为他不记得任何的东西嘛 但不幸的是一天早上 尤金还真的走丢了 这可把贝佛丽记坏了 火急火聊的找了一圈 回来准备报警 但发现尤金他已经自己回家了 并且完全不记得 自己就在一个小时之前出去过 于是斯奎尔开始思考 尤金失去记忆力的大佬 是否在形成新的模式 于是他设计了一个实验 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实验 实验道具仅仅是16张卡片 分成8组 每组2张 每张的正面是相应的图片 比如一个苹果 而背面一张写着正确 然后让尤金找出 所有写着正确的那8张卡片 刚开始尤金感到非常困难 的确他怎么可能记得住呀 甚至斯奎尔下一次再来的时候 尤金完全不记得 之前做过这样的实验 但是几周下来 他却能够完美地找出 所有背面写着正确的图片 甚至他看到这些卡片的时候 他会情不自禁地 想要把这些卡片都翻过来 虽然他自己也不知道 自己为什么会这样做 这就是尤金宝利的故事 后来尤金去世了 全世界很多人都在纪念他 因为他为现代科学 研究习惯的原理 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证据 在这个故事当中 我们能够看出不同于思维 人的习惯有古老的器官 基底核来控制 所有的习惯都会被存储在 基底核当中 即使大脑中的其他部位受损 只要基底核没事 习惯都可以正常运作 怎么样 我们身体的结构真的很厉害 对吧 基底核把维持生存最重要 最基本的那些行为 存到了一个更加快速 也更加安全的地方 但是你可别高兴得太早 这一好处的背后 其实还暗藏着另一层意思 这层意思就是 如果人的基底核 只要没有受到损伤 那么习惯是绝对不可能被清除的 所以你以为你想戒烟 只要足够的时间不抽 就能够戒烟吗 其实这样的人真是屈指可数 而且使用这种方法 强迫戒烟的人 很可能会因为吸烟习惯的存在 而更加的怀念香烟 但幸运的是 习惯虽然不能被清除 但却可以被替代 既然习惯可以被替代 那么我们现在就要关注 一个习惯 它的形成原理是什么样的 麻省理工学院 大佬与认知科学系实验室 做了一个实验 实验中 科学家在小白鼠脑子上 装上探测器 以便能够跟踪小白鼠大佬的反应 这样小白鼠所有的脑部活动 都会以电信号的方式显示出来 这种信号就像新年图一样 能够表示出强弱的变化 然后他们把小白鼠 放在迷宫的最后 然后板子放下 小白鼠会听到一个咔哒的声音 小白鼠闻到蛋糕的味道 然后嗅着气味 然后又转 发现不对 又折回来 左转 最后找到了蛋糕 这之间 小白鼠的大佬 一直处于非常活跃的状态 过了一段时间后 小白鼠在穿越迷宫时 大佬的活动明显有了减弱 这是因为 现在他已经能够凭借记忆 找到蛋糕的位置 所以我们现在 所以我们现在培养一个好习惯的核心就变成了先了解习惯运行的原理 因为一个想学习的好习惯的背后往往有着一个已经存在的坏习惯 那么习惯这玩意儿在我们的身体当中到底是如何形成的呢 接下来的一个案例将为你揭示这一切 又过了一段时间 脉冲活动再次大幅减弱 这就意味着在寻找蛋糕的过程当中 连记忆功能都开始罢工了 但即便如此 小白鼠却已比之前快很多倍的速度找到了蛋糕 在这个过程中 小白鼠向我们证明了对一个行为的反应 这就是我们之前分享过的 当我们第一次做一件事的时候 是调用大佬的思维系统 而当这件事情反复被执行过多次之后 这些思维会被存储起来 这时使用的则是记忆系统 完成同样的事情 我们会在记忆系统里找出过往的经验 并直接使用 最高效的就是在无数次执行一件事情之后 所形成的习惯 这就是习惯的形成过程 它会在经历思考和记忆的过程 最终通过无数次的重复形成习惯 在小白鼠的实验当中 研究人员得出了习惯产生的过程 和三个要素 在这个案例当中 小白鼠听到那咔哒的一声 就知道隔板被打开了 这对他来说又要寻找蛋糕了 这对他来说就是一个暗示 然后根据小白鼠的习惯 他开始直接走过迷宫 然后左转没有任何的犹豫 这对他来说是一个在受到暗示之后的惯常行为 最后他拿到了蛋糕 从上面的图里我们可以知道这时呢 他非常的活跃 因为他得到了奖赏 所以把习惯的要素做一个分解的话 那么它是包含暗示惯常行为和奖赏的一系列神经活动 我们可以尝试按照这样的要素 对自己的行为习惯做一个分解 比如我喜欢玩游戏 那对我来说是 我现在无聊了 这就是一种暗示 而玩游戏是一种惯常行为 最后我通过玩游戏打发了时间 然后得到了心理上的满足 这就是一种奖赏 不管它是正面还是负面的 现在我们通过这个实验了解了习惯的产生过程 以及影响习惯的三个要素 但是我们刚才有说到习惯不能被消除 它只能被改变 那么如何改变习惯呢 这就需要用到改变习惯的黄金法则 要改变习惯 你必须保留原有习惯当中旧回路当中的暗示 并提供旧习惯回路当中的奖赏 但是要插入一个新的惯常行为 这就是改变习惯的黄金法则 如果你用同样的暗示 并提供同样的奖赏 你就可以换掉几乎所有的惯常行为 从而改变自己的习惯 如果暗示和奖赏不变 几乎所有的习惯都是可以被改变的 现在对于习惯 我们已经了解很多原理性的东西 你可能会说这些东西都正确 但是我就想知道这玩意儿对我有啥用 的确每个人都有自己很多不满意的习惯 比如拖延 暴饮暴食 玩游戏 酗酒等等 我们总是希望能够一次性的改掉这些习惯 但却经历了无数次的失败 对吧 想接近经历过无数次的复兮 想借掉王者荣耀 卸载了N次 却安装了N加1次 现在我们来说说改变习惯的第二条黄金法则 当然还是从一个案例说起 这个案例的主角是一位名叫丽莎的女性 她从16岁便开始抽烟喝酒 并且无节制的消费导致债台高筑 她最长的工作不到一年 而且在她30岁的时候 丈夫也有了婚外情 近乎崩溃的丽莎 趁着信用卡还没有被刷爆 然后去了埃及 在酒店 她深深为自己的无能感到非常的痛苦 于是 她在金字塔前定了一个目标 明年我要在这穿越沙漠 这个目标让她意识到 自己必须得做出一些准备 做出一些调整 比如说 至少得拥有一个好的身体 对吧 那么如果换成更具体的目标 那么她至少得戒烟 回去过后的六个月里 她按照自己的目标戒烟了 而且在戒烟的过程中 她发现其他很多事情都开始好转 她的饮食习惯 睡眠习惯 储蓄习惯 都开始慢慢地改善 她还开始跑马拉松 开始读书 买了房子 还订了婚 当科学家扫描丽莎的脑部图像的时候 发现她的神经模型和以前完全不一样 比如当她看到食物的时候 原有的习惯依然在其作用 但不同的是 额头后面的那个区域开始发挥作用 而这个区域就是人类特有的 还同时负责人类思维系统的重要结构 前额匹质 这是自控力的关键所在 她所养成的这些习惯 导致自己的自控力大幅的增加 Lisa的故事告诉了我们改变习惯的第二条黄金法则 如果你想改变一系列的坏习惯 那么你要做的就是聚焦于一项关键习惯 这个关键习惯能够赋予你极大的成就感 从而让其他的习惯都向好的方面发展 OK 现在我们知道了改变习惯的两条黄金法则 那么现在我们如何更加科学的培养习惯呢 这涉及到几个具体的步骤 第一步 把你现在想培养的习惯写下来 比如要养成使用番茄工作法或者列清单的习惯 然后我们要去分析 我们原来的习惯 它的整条习惯回路是什么样的 比如很多人都是拖延到了晚期 才想起来要使用番茄工作法 那么原来拖延的习惯 它的习惯回路是什么样的呢 现在我接到了这个任务 这是一种暗示 对吧 但是由于我个人的心理行为 比如我认为这是强加给我的任务 或者像之前我们说的那样 我看不到这个任务的界限 所以我选择了拖延 这就是我的惯常行为 最后通过拖延让我让强加给我任务的这个人 意识到我不会随他摆布 这是我得到的奖赏 在我们例举的这个例子当中呢 是以拖延症为例 但是即使是一个小小的拖延症 它的背后也是一系列复杂的心理活动 通过拖延让自己不受他人摆布 这只是常见的心理现象之一 有兴趣的小伙伴可以详细的了解一下拖延心理学 这个我之前在其他的课程当中有讲解过 现在分析出了原有的习惯回路 我们就要用新的惯常行为来替代原有的 比如之前我是用拖延行为来打断 那么现在有没有更好的行为呢 或许我可以把这些任务分解为一项清单 分解过后我会觉得这个任务容易很多 之后呢你可以建立一个习惯培养的表格 来监督自己的行为 你在网上能够找到很多这种21天习惯培养的模板 如果我们是要把列清单培养成一个习惯 我的建议是每天固定一个时间 坚持21到30天 你可以像我之前分享的时间表那样 每天早上用30分钟的时间来把当天最重要的任务 都一个一个的分解为一系列的框架清单 没准啊 这就是你的关键习惯 因为它非常容易让你找到成就感 有了成就感 你就会发现你身上的很多习惯都在向着积极的方向发展 甚至你可以给自己定一些时间 每一到两个月改变一个坏习惯 把它培养成一种好的习惯 但在这个过程当中 一定记得培养习惯的每一天 你都需要尽量在固定的一个时间完成同一件事 比如我每天早晚的阅读时间 OK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课室 在这一课室中 我们知道了习惯的行程以及运作的原理 并知道了改变习惯的两条黄金法则 现在就从清单开始慢慢的培养你的好习惯吧 我是清单控沙牛 我们下次课室再见